无论是《红楼梦》的电视剧还是书,其中都比较详细地展示了古代大户人家的生活,其中,最让人们感到怪异的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了。 在《红楼梦》中,丫鬟服侍林黛玉更衣睡觉后,先是放下床上的帘子,随后吹灭了桌上的灯,之后退出房间,但令人意外的是,丫鬟退出房间后,自己却不睡觉,而是守在林黛玉房间门口。 他们为什么这样做,有人守着自己睡觉,不觉得尴尬吗? 一,古代的普通人,其实,有这种疑惑感才是正常的,因为即使到了现代,普通人还是占了大多数,而像小说和电视剧里那种大户人家的生活方式,其实很少人经历过或者见过的, 但古代这种大户人家的生活方式,在我国的一些影视作品上经常出现,这不是因为别的。 实在是我国古代的平民生活,实在是很没有意思,比如说,一户普通人家,女主人一大早就要起床给家里人做饭, 给等会儿将要去田里干农活的家人们吃。 男人们吃完饭,就提着农具去田里离地,女人们吃完饭,就开始做家里的杂物。 做完了就开始织布,临近中午的时候,女人们又要开始做午饭,然后送去给田里的男人们吃。 吃完后,他们接着做上午的事情。 直到傍晚,男人们才扛着农具从田里回来,等到太阳完全落下,一家人就准备睡觉了。 因为在古代点灯是一件非常奢侈的行为。 普通人在夜晚没有娱乐,没有光明,自然只能睡觉了。 而古代的大户人家呢? 《红楼梦》就曾经提到过大户人家的生活方式,吃得好,住得好,玩得好。 而丫鬟整夜在门外侍奉就是大户人家的常态。 但睡觉为什么还要有人侍奉呢? 难道古代的大户人家都和小宝宝一样,要人哄才能睡觉吗? 二,是请丫鬟在做什么? 其实,这并不难理解。 如果一个普通人月薪五千的话,那么他很大可能会自己做家务。 但假如这个人月薪五万呢? 那么,他请一个保姆来帮自己做家务,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。 那么假如在提高这个人的收入水平,提高到一个月五十万呢? 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替他代劳,比如帮他做饭,打扫卫生。 而古代大户人家就是这样的逻辑,自己有钱。 就可以请人来替自己代劳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。 比如晚上睡觉时口渴了,他们就不会自己费心费力地起床,摸黑点灯或者直接去倒水喝。 而是嘴巴一张,说自己口渴了,门外侍奉的丫鬟就会进来给自己倒水喝。 晚上那些富人们有内疾,那么也可以张一张嘴,让执手得吓人拿来夜壶,等着自己舒爽完了之后将夜壶带出去,自己也不用忍受夜壶的骚臭味。 看完之后,有些人可能会惊讶,甚至震惊,因为这种生活,完全就是小孩子才能享受到的待遇。 但这些大户人家无论何时都能享受到,这实在是令人羡慕,但大户人家享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。 《红楼梦》中,刘姥姥吃茄子那段,则给人更加难以言喻的震惊。 刘姥姥吃过茄子后,先是震惊着茄子的美妙味道,接着向王熙凤询问着茄子的做法。 王熙凤说,将茄子去皮,洗剂,切碎,用鸡油炸,再用鸡胸肉,香菌,笋,蘑菇,豆干,干裹一起,用鸡汤微干,丰盐,就能得到这样的美味。 凤姐说得轻松随意,但人们都知道,这价格不菲的材料只占了这道菜成本的小头,其中大头还是员工成本,可以说。 这道菜的成本可以顶得上刘姥姥生活几个月,这吃的菜都已经奢华异常了,那么古代大户人家的丫鬟配置也绝对不会差。 在古代,丫鬟甚至都有好多种。 三,古代丫鬟的种类。 古代的丫鬟并不只是只有向上文所提到的侍奉就请的丫鬟。 还有很多种类的丫鬟,以皇室为例,丫鬟分为很多个等级。 最高级的自然就是皇帝的如母这种丫鬟。 他们虽然名念上是丫鬟,但地位却并不低,有的甚至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赐,还能给家族带来荣耀。 第二种就是侍奉妃子本人的丫鬟。 这种丫鬟一般是从妃子的娘家带来的。 十分受信任,上文的那些侍奉就请的丫鬟其实就是这一类。 然而,这一类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丫鬟,就是通房丫鬟。 通房丫鬟的来源也比较特殊。 有的是女主人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专门的通房丫鬟,还有的本来是侍奉女主人的最高等级的丫鬟。 但被男主人占有了,最终成为通房丫鬟。 这些丫鬟虽说不一样,但终究还是丫鬟。 少部分运气好的会被当作小妾。 但即使这样,也是很少的一部分。 接着往下的就是侍奉主则日常生活的丫鬟。 这种就和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月嫂差不多。 而最低级的就是粗屎丫鬟了,听名字就知道。 这种丫鬟是最低级的,干的也是最脏最累的活,平时洗衣服,刷马桶这些事情非他们莫属了。 可以看出,古代就连丫鬟都分三六九等。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古代那些老爷们的生活有多么奢侈了,每到一个王朝的中后期。 这些富人们就会因为兼并穷人的土地越来越富,而穷人则会因为失去土地,从而破产,成为富豪的电农,越来越穷。 等到这种贫富差距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只需要一场天灾,就能让行将饿死,一子而食的穷人们揭竿而起。 而这也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。 从这些丫鬟身上,其实也能感受到世界的参差。 有些人和普通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空间内,但他们的生活却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,多么戏剧啊。